一个方向应该是要去马路上面去拿车啊周边的一个教堂的点位可供他们的资源的搜取 好的我们看一下第一天啊打完之后的各个地图的一个这个吃鸡的一个情况啊 嗯 芬兰队是 独吃两鸡啊 是的 是 造鸡 没了 看一下啊 在初期 两两拨车其实就没什么子弹 五六枪线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大概差不多将近200发 轻啊 两侧都有枪线好难受 哎呦这个位置很尴尬 应该也是没了啊这个角度应该是能抽到的 是的果然 越南队家出事了呀 呃越南队主要是因为前期就已经掉了一个人 所以说他现在没有推边的那种资本被迫选择去扎 那扎的话就会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 切脚以后他的顺度又不高 这就代表对这边的一个角度去竞圈了啊 这个而且这一条山脉上的中鸟 去控制绝大部分面其实很难 看一下正面 那高一战 土耳其跟加纳是碰到了一起 哎 怎么掏了个锅啊 背后通过台湾是骚扰了一下土耳其 准备哦教练教练直接爆头击倒 可以啊这个教练枪很稳 确实 迷你啊迷你必须稳 教练被打倒了 这个分能不能补掉 教练 这波干拉有点莽撞 感觉到了 哎呦还是被补掉了教练没有浮起来 只剩下一个飞闹了 飞闹这个位置还是蛮被动的 专场这位置四面漏风啊 很容易被踩掉了 来了啊 这边土耳其保持了满边 四个人手指着都已经捏着 投注就过来了 这个地方不好防守啊 看到了这个侧身 这波打正面啊 还是被清理掉了 这波的清理还是打挺迅速的 嗯 打完了之后 因为背后还是有中国台湾赛区代表队的 这个枪线呢 看一下 呃 他们的一个行进的方向啊 很有可能下坡 然后直接去底下的防区 而另外又来了一个 另外一个队伍 对一侧是阿根廷 感觉到德国战队的状态确实比较糟糕 这本来应该是他们接阿根廷 就没想到一瞬间被打两个 还好 毕竟是有防区 打起来心不慌 哎呦 直接平地干拉出来 要对啊 那这波圈边的位置 好像还能服一手 同心员啊 这个四圈的同心员真的超级关键的 硬的蹲下 规避了一些枪线的伤害 再过来打闪 要押进攻吗 炸倒了 这是来自于迈克的一颗雷 嗯 但是这个波过去还是有点风险的 高点有不少的枪线骚扰 他们想拿这个分数 到底上不上 这时候有点犹豫 你这边是开到了日本队的脸上 哪泥 直撞 强点 而这个防区是没有人防守的 直接贴了过来 这把手雷炸了一半的血量 位置锁定了 继续拿上去去压 但这个防区正好遮挡住了 日本队伍的视野 不合选啊 正好是防守的一个支撑区 但日本队根本不怕 因为这个小防区 就算你进去了 我认雷也好扔 这个位置灌两颗雷就没了 是的 而且头顶是有人的 哎呦 直接撞到对方的强线 当时买口 直接顺势把这一分给拿下 屁股后面还有人 有没有捕捉到 Zoker的一个信息 躺着蓝圈的伤害 还在输出对方的一个背身 有点满 还是有泰国队的持续骚扰 皮特小小队这里的载具情况 对方是开车硬撞 提起一块雷 人过去炸了一些血量 人到了 混淹 这两个多有人 进点一换一 还是被泰国队从背后拿下 哎呀 这个小都真不好推 真真不好打 这没办法 这个圈形你不给的话 操作空间其实真的不大 只能说阶段三的时候 刷的不是特别的好吧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泰国队他也是从这个地方打过来 就是你至少应该说 把泰国队的这个分数换到 对吧 你这把不说是打到绝代圈 你至少应该把这个分数换到 刚才我们 但我们讨论是换分的问题吗 这个你要全清的概率也不大 好的 我们看这个圈 圈的话是稍微往北走的一个圈形 但是还是非常优待了 这个中心点位的队伍 目前中心点位三 啊 韩国队伍还在跟英国代表队这边 爱得非常近 打过点 先帮到一个 提补没了 老师一直在看底坡的英国队的两个选手啊 还有雷 这一波感觉韩国队应该要全收了 这个强线非常的立体 载人雷 Lenonix 又已经到位了 两个人一起扔雷 直接用火力将对方英国弹里的人全部压制掉 最后一名英国队队员已经被打字残血 先处理几波 然后甚至从背波直接往上去推 是的 中国台湾这边是正面遭遇了芬兰队 芬兰是踩着高点 Page Page这里好像并不想跟对方纠缠 Digris击倒一人 澳大利亚这边正面是也是在靠美国队的压 这是也是一个老兄弟了 离谱哥对战黄胜利 哇哦 车都给炸飞了 这波上车我是没想到的 这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去上车呢 难道还想避战吗 他应该是想换位置 是的 卢克只剩下最后的卢克的毒狼 啊 又被发现轻松扫掉 顺推啊 这真的是顺推啊 是的 第二波炮击失败 看黄胜利能不能盯住自己的侧身 底下没人了 黄胜利 我第一个瑞 这一波这个反秒 直接秒了 Sparking两枪投 是的 哇 巴西队势不破竹 Sparking还能服 芬兰瞬间被淘汰 巴西的战术处理的非常的好 很合理 韩国在正面是被USA给发现了 黄胜利逮到了拉斯的侧身 刚才我们就说 黄胜利能不能盯住侧身是关键点 好的 漂亮 Kickstart也是防住了一个侧面进攻 那韩国队目前只剩下最后一个素 位置锁死 捏了顺报 进入倒计时 靠血量 占高点的一棵树 高打击 对面绕底婆是没有任何的 但很平 打了一枪已经是大残了 蓝圈非常有斗技 这个要被带走了 被蓝圈收下 现在前四已经出来了 巴西日本美国和越南四支战队 没掉吗 因为巴西队他踩的比较散 他也没想到日本都和他直接同枪 就是最关键了 落魏的时候掉人了 Kickstart 美国队说 美国队说 走得好 你不出来我还打不到你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神奇悬点 没有想到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是的 美国队刚才在击倒人的同时 第一时间没有抢好更加好的一个进攻的策略 Haven又是一枪头 圈子直接被放的 现在美国队的拉 Kickstart埋到反坡 今年又燃烧瓶的问题 刚出去又被打两枪 没了 被巴西代表队拿下了分数 是的 这个时候场上有毒狼的信息 好 双方开始正面battle了 这个时候平枪反了 来 先打一个一丝 哇 这是个人能力呀 sharp shot 还有投注物吗 这位置 但是越南军的队也要出手了 啊 哦 给雷了 给打花儿 oh my god 三个之后在自己打成了思选 一错三 篮圈 篮圈要挖了 哎呦 安全复打地上了 他尽力了 哇 哇 好感人啊 好感人说实在 是的 没想到啊 这回又不